探索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您看看 透过科学原理一分钟就能DIY冰沙 只要将饮料装进密封袋中放在盒子里头 上方下方都铺上整层的冰块 并且撒上盐巴 摇晃一分钟时间 带自己果汁竟然就可以变成绵密的冰沙 专题报道带您揭秘其中的科学原理 炎炎夏日将红茶和冰块倒入果汁机 来杯现打的红茶冰沙 清凉消暑又解渴 但就算没有果汁机 利用科学原理也能轻松制作冰沙 首先我们先把冰块倒进去 准备一个保鲜盒将冰块铺满一整层 接下来在冰块上 撒上大约冰块三分之一量的盐巴 成为冰盐脏温冷剂 盐巴它的那个融化热 大概是每一公克 每一公克大概是36点多千卡 那这个比例刚好跟我们那个 冰块的比例它是三分分的一个大小 所以这样的一个比例 让它溶解度能够更好 那所以在融化过程中 这样的话达到是最佳的一个所吸热效果 像做冰沙的果汁倒入密封袋中 再平放在冰块上方 上面可以再盖上一层冰块增加接触面积 接下来只要盖上盖子 开始摇晃 一分钟时间打开盖子 密封袋内的果汁 神奇的变成一包绵密的果汁冰沙 另外如果在整合的盐和冰中 换成装了柠檬红茶的塑胶杯 虽然时间得等上久一点 但同样能变成一杯冰沙 这其中到底藏了哪些科学原理 冰块的那个溶点凝固点 它是零度C左右 那所以由于盐巴的出现 会让它的这个溶点再更下降 所以温度能够降到大概零下20 甚至到22度左右低温 那就是因为我们在溶解过程中 把它的这个热量大幅度吸收 所达到的降温效果 有微微融化的这个水分 所以呢 这个盐它就会被这一点点的水呢 给分散解离了 氯跟钠这几个结构呢 在分离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从环境中吸热 那这个水也是 就是中间的这个氢件呢 当它在分离 拉开距离的时候呢 它也会吸热 冰和盐互相接触时 会达到互相溶解的效果 当盐也就是氯化钠 碰到冰融化的微量水 就会让盐溶解 也就是氯离子和钠离子被拉开 整个过程会从环境中吸收热量 当冰块融化时 也会从环境中大量吸热 而盐溶解出来的氯离子和钠离子 又会再吸引更多的水分子 围绕在四周 造成冰的表面加速融化 让冰岩四周热量不断被吸收 整个河内的环境温度继续下降 最终能达到零下 20度21度左右 氯化钠这个物质 它在融化过程中 它会吸热 所以吸热的时候 它会吸收热量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 当物体就是像冰块 它是固态 它要融成液体的时候 它要吸收热量 来把它的距离 从原本比较短的情况 拉得比较长 所以这个能量 它就因此从外界大量去吸收 所以它就可以把环境的温度 迅速的降低 所以利用这种溶解的过程里面 它由于要吸热原理 把温度快速的下降 所以可以达到 大概零下20多度 冰的比热 其实比水还要小 所以代表我们今天 在环境中的能量 被抽取的过程中 冰的降温速度 会比水还快很多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加下去了之后 温度会一直往下掉 因为整个环境温度 在冰岩交互作用下 快速下降到零下20度左右 远低过饮料大约在0度到 -5度之间的凝固点 也就让代中的饮料 快速从液态结成固态 成为冰沙 盐撒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冰块 不断的在溶食 那最主要是因为 它们会互相的溶 那在互相溶的过程中 它的结冰回去的速率 不够快 因为我们整个凝固点下降 所以你会发现 大量的冰会慢慢的 一直化成水 但是当它结回冰的速率 是不够快的 而这样藏地凝固点的原理 其实就和寒带国家 下雪结冰时 撒烟除雪是同样的道理 下雪的时候 我们为了能够除雪 除了可以用产的 或者是那种除雪车之外 一般也可以撒伤这些食盐 或者我们就叫除雪剂 那除雪剂 它以为是化学物质 会比较有对环境的伤害的影响 所以有时候民众 会用一般这种家里的食盐 撒在雪地上面 那也就能够达到说 因为盐巴的出现 会让我们的溶 那个溶点下降 所以使得原本已经结成了雪 它开始溶成水 那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达到快速的溶水效果 不管是需要快速融化冰块 或者是手边没有果汁机 想来杯冰沙 只要应用科学原理 一包食盐 就能轻松搞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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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